10月17日,在浙江宁波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上, 竞争与和平、佛教的包容智慧分论坛受到多方关注。 佛教界、学术界以佛教的包容智慧为主题,展开思想碰撞和观点交流。 当今,世界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, 需要佛教界与社会各界携手,维护世界和平,促进共同发展。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人抱怨,说这世界很卷。 这个卷是指人心的不足的无奈,因为我们普遍缺少了包容和慈悲。 尽管科技一直注定于世界的发展,但各国的对抗与拔河从未停止。 通过宗教文化交流,促进各国佛教界同愿同行,和合共生, 为和平与发展,奉献一份热和光。 这些定谐,我们来说手中的共存, 四个共生指定,那意思是、 成为一切,成为一切和教育的成为, 成为成为社会和经济的成为世界。 我认为,中国给予了一些宝灭,成为一路的成为, 该分论坛旨在搭建一个开放 包容 理性的交流平台 为构建和平世界 和谐宗教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 他们都表示 佛教在消融东西方文明边界共化和平包容中起积极作用 米勒精神里面倡导的慈悲 和善 大度 包容 开放等等理念 它不仅能为东方的人民所接受和喜爱 也能够引起西方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士的感情共鸣 中国佛教可以作为整体中国文化为全球共享的一个载体 加深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